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李季千,欢迎来到我的五间直播间 这来临的9月19,还有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观勋菩萨 大家都熟知的观音弹了 那每逢在观音弹前,又或者大年初一前 很多人都会喜欢把家里的神台,上面的佛菩萨神像呢 清理的干干净净 他们认为如此是一种供养佛菩萨的心意 那正来临的9月19,也有好一些观众在我这里留言说 请问如果我家的观勋菩萨太旧了,它的颜色脱漆了 又或者观勋菩萨手中的法器损坏了 等等等,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家里旧的观勋菩萨给丢掉 然后去买一尊新的回来 这样子才是比较如法的供奉呢 师父可以请你指引指引我吗 告诉大家 我为了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左思右想啊 不是想答案,因为答案我当然知道 但我在想要怎么样告诉大家怎么做呢 很荣幸,很幸运的 今天我终于来到我们新加坡这里的最后一家神像雕刻店 也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一间西天园 这西天园哦,你别看它哦 这样子,其实它在新加坡已经有长达127年的历史了 这一间店已经传到第四代的掌门人了 而且从1896年到现在呢,127年的历史呢,就是要带大家今天来这里看看什么呢 如果你家的神像坏了,又或者您家的观勋菩萨有破损了 你应该怎么办?找谁来帮你呢? 西加坡观众们,我们有福了,你可以来西天园 现在就带大家走进这一间店,历史127年的这一间店 进到来店里面,你会看到后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神像 这些神像啊,其实它的历史也同样的非常非常的悠久 无论是观勋菩萨,又或者大家也很熟悉的观圣帝君 寡贝公,甚至齐天大圣,还有中唐元帅的哪吒三太子都有 现在我走到来这里哦,我们来跟这里的第二代传人 来向他了解一下,这里呢,已经传到第四代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哦,我把镜头调低一点,请大家等我一下 等一下啊,我调一下镜头 因为我为什么会来到西天园这里呢,就是因为阿嬷的关系 大家现在在镜头里面看到的这一位呢,她叫做陈水莲女士 陈水莲女士她本身哦,是这里的第二代传人了 阿嬷你好,阿嬷那里是镜头,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来,阿嬷大家好,这位是陈水莲女士 阿嬷我可以知道一下哦,你今年几岁了 你今年93岁了,身体还很好哦,恭喜恭喜 阿嬷你几岁开始做这一行的雕刻神像 啊,18岁结婚来就坐在她身边跟她坐,就学学会了哦 哦,坐在您先生的旁边是吧 啊,18岁 哦,那从现在你不是差不多已经有七八十年的经验哦 哇,那阿嬷我问你一下哦,你平时做这个雕刻跟有漆哦 你有没有最喜欢做哪一尊神像的雕刻或有漆 通通一样啊,通通都喜欢啊 那大家最常要求要买的或要有漆的神像是哪一尊呢 是观音比较高,观音 观音菩萨比较多哦,观音 阿嬷我跟你讲一个东西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有西天元这间店吗 嗯,其实哦,我是看Facebook 然后我看到有这一间店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你 因为我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 我本身是风水命理师嘛 那我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就发现到说 诶,这个阿嬷的样子特别特别的独特耶,各位观众 因为阿嬷的样子呢,就已经告诉我说 她完全这一世哦,就是来做佛菩萨跟神明的工作 阿嬷背后呢,其实有很多观音菩萨还有神明护着她 真的真的阿嬷,我刚才有跟您的孙讲 阿嬷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佛菩萨跟神明护着她 因为阿嬷做这个工作做了几十年呢 她已经跟这个雕刻 很久了,很久了 是,已经跟这个雕刻的工作完全合一了,各位观众 所谓的合一代表什么? 就是说,你做这个工作,你已经合一有了那个样子出来 那你一定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 你的手艺,你的功夫一定是很好 而且你做这份工作的时候真的是一心一意,真心正义的做呢 你必定就会合一 那我个人觉得雕刻神像,修补神像是一个白叶 在佛教里面所谓的白叶呢,就是善叶的意思 她把神明雕刻的很庄严,很慈悲 从中也能够带给供奉的人的一种欢喜心 而这份欢喜心呢,也能够让阿嬷呢,功德无量啊 所以阿嬷,我这一次来西天园,完全就是因为你而来的 因为阿嬷的像,以念像学来说,完全就是一个奇像,奇特的奇 但这个奇特的奇呢,是一种很好很好的像来的 阿嬷,在这里哦,前方这里,这个工具是拿来做什么的? 这个工具 这个是拿来做这个神仙,这个花巢 阿嬷,你可以拿起来给观众看一下吗 调一下镜头哦,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这样子的 我移过来一下哦 给大家看一下 阿嬷做这行哦,用了数十年的一个工具 有个,一粒,一粒,那个啊,那就 就,就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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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做到一条线起来 然后就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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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转,转,转,然后留,留在他身上哦 哦,这样子做会不会很,用很多时间? 不会啦 做,做熟了 给观众看一下,哦,阿嬷刚还说的,这个线是什么 阿嬷,这个是没有太少了 是 大家看到神明身上的这些纹路吗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神明身上的纹路呢 我以前还以为是雕刻上去的 后来今天来到西天园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这些神明衣服上面的条纹呢 阿嬷可以告诉我们是用什么做的吗 这些条纹 用香菌来压到一粒一粒硬硬 之后来用这个 你讲的香菌真的是我们上香掉下那个灰 这个是香爐那边 香爐的灰 香爐的灰这么碎也能弄成线 我们要用水来洗 洗了才来 干洗干料才来弄 从旁上去 敲敲敲到一粒一粒 硬硬啊 阿嬷我可以拿这个起来 到镜头给观众看吗 可以 这个 你这个来来来来做 加这个粉 这个是 很传统的一种盒子 才不会粘啊 镜子 就这样子在这里敲 来 拉近距离给观众看一下 敲到长长 很细 各位观众 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 对吧 你们也不知道 原来神明衣服上面的纹路 其实是用香灰粉制造而成的 戒指 就用那个卷起来 用那个笔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是用这个来弄在它的神像 这么细它都不会断哦 可见阿嬷的手工真的很细腻哦 用这个来弄 嗯 阿嬷93岁了 饱到未老 因为如我刚才所说 它已经跟这一门手艺呢 完全合一了 所以它在做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都能够精神穿着 就这样子黏在衣服上 嗯 这样子做一尊 要用这个来做的话 要花多少时间呢 半个半天 半天一条一条这样放上去 哇 需要眼力很好 手工很细腻才可以哦 好厉害哦 阿嬷 那阿嬷我问你哦 你这个来切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 拿拿拿就磨 磨到现在你看 磨到现在都已经 不 是都有阿嬷的那个 拇指的手印印在上面了 拿这样子哦 嗯 几十年了 几十年这样子了 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哦 其实我这样子看阿嬷手中的这个 所 罚器哦 我个人觉得呢 已经很有灵气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手工做的东西 它会有一种灵气呢 因为阿嬷在做的时候呢 尤其是刚才 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呢 阿嬷在做的时候呢 完全呢 真的是一种精神装住的那种神态 如果我们去买一尊佛像又或者一尊神像 据我所知现在的佛像跟神像 有些是用机器做成的 但是在西天园这里呢 他们依然是有做手工雕刻的 手工雕刻的 是啊 手工雕刻的 那阿嬷目前呢 也已经把这手印呢 传给他的儿子 也有传给他的孙 给大家看一下阿嬷年轻时候的样子 这个照片在哪里啊 在我后面是吧 在后面这里 你帮我拿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 孩子了 来来来 这里也有阿嬷年轻时候的照片 这边是一家三代哦 那里 刚刚结婚不久了 孩子 九个孩子 阿嬷你有九个孩子啊 七个 你七个孩子啊 好厉害哦 那以前你又在这边做工 又要照顾孩子 就是哦 没有人帮你啊 没有 我一直都觉得 以前的女性 特别的能干 因为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 而且也没有帮佣嘛 都是全部一个人自己做到完的 就是 阿嬷你是那个年代的女强人啊 真的是女强人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张照片呢 就是西天园的园 那个创办人了 他们是一对兄弟 阿嬷 这个是哥哥对吧 这是哥哥 然后这是弟弟是吧 这个以前的人啊 我都不认识 你都不认识 我这时候他都不在了 哦 就我所知 这西天园他们原本呢 就是一对兄弟所创造的一间店啊 那这间店原本的名字也不叫西天园 不过后来来到这里了之后 从中国来到 是金门对吧 从中国金门来到新加坡之后呢 以前做西天国 哦 西天国 现在过来 问西天园 是叫西天园 我其实刚才也是有问他们 我说 请问 叫西天园 是不是因为跟观心菩萨 阿弥陀佛大士智菩萨 是西方三圣有关系呢 阿弥陀佛 你还记得为什么他们叫西天园吗 就是为什么是西天 就是他们 也不清楚 家婆的意思 我都不懂 又或者有没有可能是 谈上仗 去西天取经 有关系 这个是阿弥陀佛的结婚证书 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你看 大家来看一下 看一下 一个人 数十年 如果专门做一样东西 而且做得很专注 很优秀的时候 他的面向到底会有多大的改变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阿弥年轻时候的结婚项 阿弥很不像你 不像 对啊 我觉得你现在更好看 真的 18岁 18岁啊 哇你看 这是阿弥 18岁的那个样子 然后这是阿弥的先生 黄天颂先生 其实他们一家的人 都我觉得名字蛮特别的 就是阿弥叫做 陈水莲女士 那他的先生叫做 黄天颂先生 真的是天上的天 颂礼的颂 仿佛他就是 天上颂下来的一个 一个很宝贝的儿子呢 而这一世呢 就从事了一个 那么神圣的工作 专门雕刻跟修补神像 给人们呢 可以在家里供奉 他们当然也有服务给各大寺庙 这一方面的服务 所以当我们看回这些历史的照片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说 啊 这间店呢 果真哦 果真真的是天生 这个家庭啊 真的是注定这一世呢 是来从事这样的一种工作 这是他旧的店 这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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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目前在的 这个地方的地址 是 门牌35号 门牌35号 所以各位观众 如果对 如果您家里 有神像 想要修补的话呢 欢迎大家 可以来这里看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家更旧的照片 他们以前哦 修补的变成生的 哦 真的哦 这间店历史悠久 大家看到图中的这位小男孩吗 这是他们的孙 现在也已经长大了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图中的这一张呢 刚才给大家看哦 修补 在这里替神像上妻的呢 就是阿嬷的 他是你的大儿子 对吧 这个是大儿子 阿嬷 阿嬷的大儿子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 阿嬷的大儿子 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 谢谢你阿嬷 谢谢 来我们把镜头移一下 黄先生你好 黄先生可以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请问您是今年几岁了 今年71岁 今年71岁了 那请问黄先生您学这些多久了 四五十年了 四五十年了 那今天您在做的是什么呢 我在补到他的观音的那些洞 那些洞 我们在安静的时候会看到不好看 一个洞一个洞就洞掉 那请问一下这个修补神像的服务 你们是什么样的神像都可以修补吗 可以可以 所以一些比较旧的脱漆了都可以拿来给你们这里 可以做 那如果说他手上的法器坏了呢 也是可以做了 你们连法器都能够做 这么厉害啊 比方说好像哪吒三太子 他有拿很多不同的法器 有那个乾坤圈啊 那可能有一些还有风火轮 之类的 又或者有些武神都有 你都有这类的 可以看看吗 可以在边际 那就请黄先生您拿给观众看一下 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放下来放下来 我转就行了谢谢 这是棍啊 九戒棍 九戒 哦 有九戒 镜头拉高 这个是斧头 这是斧头 这是斧头 我可以请您拿在镜头给观众看吗 这是斧头 镜头在 对对对 九戒棍 九戒边 这是哪一尊神明用的 这个边是那个赵元帅 赵元帅 武财神 武财神 这个棍是那个空元帅 空元帅可以给观众看 空元帅用的 红颜的 红色链 所以这些都会上机 安静 到时候会安静 会安静 安静变香 就会有颜色 是 是 这个是关令拿的 关心 关令拿的 浮尘 对对 好 谢谢 那可以了解 这个太上老君也是拿浮尘 太上老君 是是是 这是拿浮尘 是 他也是拿浮尘 好 这个是拿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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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也是这样子拿 对对 好特别哦 好特别 好特别 那请问一下黄先生 您做这个修补神像的工作呢 有没有说怎么样的 就是有一些神像 他这样子修补的话 通常要花多少时间呢 他们一半下差不多是三个礼拜这样 三个礼拜就可以了 对 因为我要跟他洗 要跟他干才可以做 哦 都是你一个人做到完吗 不一定的 看啦 我还是有帮忙就做这样 哦 这样的这个过程 你会救了很多关心菩萨 真的 这个是拿修你 这个他 这个他 这个是修你的 哦 这个不是木啊 这个他是来修你的 他拿来修补 他要做在上线 好我们给观众看一下 原本这宗观宣菩萨呢 是纯白色的 那如果要拿来 请西天园这里的老板 帮你们梳理呢 哦还有包括上色哦 上色安静这样 这个还要做线 好黄先生我们拿靠近镜头 没关系 你可以放这 那镜头不会摇晃 哦 可以拿过来这边 做他的桌 哦 他的阴络 做他的阴络 做他的阴络 做白衣服 像安静这样 是 是 他做脸这样 是 有 还有哪一个 哪一个 画瓶 他的镜瓶 画瓶 是 是 我们这个镜头可以给观众看一下吗 好 老板就是要把它做成这样的样子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各位观众 很多人留言会问我说 师父如果我的观世音菩萨啊 太旧了 他的妻也脱了 那请问我能够怎么做呢 我告诉你 你能够把你家的观世音菩萨呢 带来这一间 也就是新加坡最后情有的一间 神像雕刻店这里呢 来修补 有些观众他不明白 他可能会问我说 师父我直接丢掉 然后换一个新的不是更好吗 又或者说 我妈妈供奉这个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我觉得那个设计已经有点老土 有点老款了 那我可不可以就换一个新的 我告诉大家 其实神像这事情啊 你供奉的越久呢 他的灵气会越强的 因为他真的就是你家的家神数十年的话 我本身不鼓励你说 嫌他旧就直接拿去丢掉 然后买一个新的 我反而觉得 如果你愿意花这个时间 跟这个金钱去修补修补他 让他重回他过去的那种光辉岁月 或者可能甚至有更庄严的一个样子呢 这当中也是在对佛菩萨跟神明的一种供养 你把它修补的很庄严呢 你得到的果报是什么 你也能够生庄严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会很庄严 你的皮肤会很美 你的样子是人见人爱很讨喜的那一种 为什么 只因为呢 你曾经有帮您家的佛菩萨或神明呢 修补过他们的精神 因此 其实我进来这间店呢 阿嬷样子长得很庄严 其实阿嬷的儿子 王先生呢 也是样子非常非常庄严的 这三尊 上台风祖师 上台风祖师 他在座那个 上台风祖师 他十年前来做了 现在又救了又拿来修理 给他那三尊 噢 所以这是一位老顾客拿来的 对 我给他上台风祖师 他就说 又拿过来修理 嗯嗯嗯 这是很好的各位观众 不要轻易的把你家的佛菩萨 或神明又要 他这样 做一些香蕉 噢 给观众看你 要请来修理 这是他原本的模样 要修补成这样的一个模样 没有 已经我们给他修理了 十年后 他还是很稀 不过他还要做 可以跟他做 很好 我跟他说 我跟他讲很稀 你不用做 他说要做 跟他做 是 那个还很稀 希望这一门手艺能够一直传下去 有时候观众也会问我说 哎 请说黄先生 没有没有 哈哈哈 没关系 你要说也行 哈哈哈 有时候观众也会问我说 师父我要去买一尊佛菩萨 或神明的神像 我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今天告诉各位观众 你要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 你看到这一尊神明的时候 你要看他的法器拿的是什么 如果说这尊观神明菩萨是拿净品 又或者拿那个养柳枝的话呢 当然就很适合供奉在家里 做生意的 如果要供奉观神明菩萨 可以特别去找 拿右手拿摩尼宝珠的观神明菩萨 可能你会说 哎呀师父 右手拿摩尼宝珠的观神明菩萨很难找 这个摩尼宝珠有什么窍门 因为这个摩尼宝珠就是让观神明菩萨 可以变出你一切想要的人间珍宝给你们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也可以向西天元定做一尊 黄先生你们也是能够接受订单的对吧 就是特别定做的 上面那个是定做的那个 哦上面那一尊 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这间店今天来到这里 有看到一个奇象 就是它上方这里呢 既然有一尊月老 最近我刚刚才做了一个影片 提到这个月老 好特别的月老 月老手中拿姻缘布红线 月老新军 哦月老新军 名字也刻在后面了等等 可是会有人家里要供月老吗 所以我们比较少 这种是缘分姻缘的 我拿 没关系我拿 像千姻缘的 千姻缘 那多数是庙拜 哦对大多数是庙 比较少人会供在家里 我想应该是要给一个单身汉吧 哈哈 因为结了婚应该不大可能是要月老 对 那很多时候 这个庙有 对庙会有 新加坡是有 新加坡韭菜八庙 还有那个月海清庙都有 对啊 刚才有提到说如果观众们呢 新加坡那个龙 龙山寺也是有 也是有月老 龙山寺 有些观众问 关于说除了法器以外 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如果买神像的时候 其实有第二个东西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这一尊神明的眼神 方先生 我看你跟联合早报的一个反弹 你在里面有提到说 眼神你们在画的时候呢 是最难画的 对 要看的 看它的形状 如果是观众的话 我们就要画不同的 要画一个缝 缝的眼睛 不同 如果其他的神 就比较稳一点 就不必要了 所以画 小孩子呢 好像 像浅宅压 我们就画 比较稳一点 比较稳一点 好像月亮的眉毛这样 好像女孩子这样 哈哈哈哈 那请问你们在雕刻神像 又或者修补神像方面 你们这一行 有没有什么 要注意的东西的 要看好乐子 才开东宫 要折热的 也是要看那个通书 对吧 要请回我们 跟他看好乐子 跟他开关这样 嗯 跟他开关 那请问 就是 如果他们来定做一个神像 平均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我们大概是两个多月就可以了 两个多月就行了 给你尺寸 给你他想要的颜色之类的 好 那观众 除了看那个眼神 第三点 你一定要看的呢 就是当你看到这一尊神像 或佛菩萨的今生的时候呢 是否和你的眼缘 也就是说 有缘分 那也是要有缘分 是 是真的要有缘分 就是你看了喜欢 会心生欢喜 你看了顺眼 因为心生欢喜呢 如此你供在家里的时候呢 你看了之后 你就会很想过去供养他 上香啊 你也会很喜欢的 在前面修法之类的 因此这一些呢 都很重要 三点要注意哦 他手中的法器 那个神明的眼神 还有是否和您的演员 谢谢您黄先生 谢谢 来 现在我们来向黄先生的后代呢 也是另外一位黄先生 来 跟他更加了解一下 黄先生您现在是在做什么 这个你可以click on 可以就夹在衣服上面 夹在这里 对对对 就按那个夹就可以了 按上面 对好像paper kit 这样 嗯 我就我找不到位置 钻进那个镜头 哈哈 这里啊 好吗 不好意思啊 好 我搬一张椅子一下 谁啊 黄先生您学这个手艺也很久了吗 等一下啊 等一下 黄先生跑掉了 师父你自己上色修补可以吗 自己上色修补可以吗 你确定你会修吗 你要确定你修补得很好哦 对不起 而且其实也要问 也要问您家的 大家在帮自己家的神明 做任何事情之前呢 其实应该哦 要先补杯 比方说 如果您家里供奉大杯公啊 你跟大杯公说 大杯公 我看你的颜色已经脱了 我看你拿的那个笼杖呢 颜色也已经脱了 所以我可不可以 拿您的神像呢 去给谁谁谁 帮你修补啊 可以 那神明给你三个圣杯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 把他请下来 带去给有关当局 来帮你做这方面的修补工作 一定要记得先请示神明 不要自作主张哦 因为神明有神明的想法 人有人的想法 一定要先问过尊敬他们 这样子做才对的 那如果是你自己 只要帮神明上色 要确保你真的会才可以做 要不然越上 越糟糕的话就惨了 我记得刚才黄先生 有跟我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一个好像是妇女是吗 她想要帮自己的观世音菩萨清洗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哦 就是 就是 黄先生的声音清楚吗 就是这尊神香 可以给观众看一下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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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就着急了 你要确保您所 他的漆会不会碰到水就脱漆 这个要注意 当然老观世音菩萨的颜色脱落了 或眼睛不见掉的话 这个是大事 但别担心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西天园New Road 35号等着你们 来 谢谢您黄先生 那黄先生您现在学这门手艺 学了有多少年了 学了差不多两年了 两年了 所以一个星期一天我会来这里 因为我有一个旅行工作 我在别的地方做工 一个星期一天我来这里 跟我的阿嬷和我的爸爸学 哇 也很幸福哦 还有阿嬷来能够传送你这些门意 那请问您在 您开始学了这些之后呢 有没有什么领悟啊 我的工作是看电脑 很明显是学电脑的样子 所以一个星期来这里 就把电脑换成这个毛笔 这些油漆 所以其实这个会比较难 因为这个学的方式 要有很多耐心 没有好像小卡 是 不能够有风捷径 而且不只是用你的头脑 眼睛 也是要用你的心来学好它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较难 这种东西是在大学 在学校是学不到的 是 是 那你对于现在的人 就是家里越来越少人 供奉圣灵了嘛 那对于这一点 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我觉得会 宗教是个人的选择啦 可是我觉得遗憾的是 有些人会排斥 说好像 排斥宗教 排斥好像 这个是好像很旧的 很好像 好像他们去庙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热 又有很多烟 他们就因为这些原因 就把不止那个宗教 而且他们的那个文化 他们自己的根 都全部排除掉了 电餐假康当 很可惜了 很可惜 我非常同意黄先生这个说法 很多人就会被外在的这种东西 就觉得 这是很落后的事情了 现在哪里有人这样等等的 那你最希望能够传授给下一代的 这方面的文化是什么呢 是他的故事 所以你看这些神像 他们是 可以看是神 可是神的后面也是一个故事 是 是很动人的故事 而且那故事里面 是有一个人生的价值观 所以如果可以把那个 从那个出发点 把这些文化 告诉这些下一代的 新加坡人 华族 华人 我觉得是最好的开始 是 我知道西天园也是有做 祖先排位定做的服务 对吧 对 哦 刚才忘记问你一下 有没有一个 sample 可以看一下 可以 等一下 我等你我等你 观众们请等一下 因为西天园他除了有雕刻神像 修补神像以外呢 他们其实也有接受订单 帮人们克制做您家的祖先排位 很多人会觉得说 啊 家里拜祖先 会不会造鬼啊 会不会什么 我说完全不会 哦 谢谢 谢谢 那请黄先生展示给观众看一下 别急着脱脉 哈哈哈 我们还有好些东西要聊 所以这些 镜头在这里 可以拿给观众看一下 这边 你可以拿远一点点 所以上面这里是放照片吗 对 这是照片 打分照应该擦掉 谢谢 你要跟人解释 这是放箱片 放箱片在里面 哦 这个放箱片 这是那个会馆给我订的 哦 会馆用的那一种 杨氏会馆给我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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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氏会馆给你订的 很庄严哦 我觉得很庄严 哦 就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这些神主还是很有意思的 是说 代表你 你对你的祖先 他们对你的 你的牺牲 我不敢动 对 很奇怪 我不敢动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比较逼迹 给你生动 这很庄严哦 完全手雕的吗 对 所以这些字都是手雕的 所以看得出 会有这个 跟电脑 机器雕的 跟机器雕的不一样 这个就可以动 这个是圣子来的 哦 一王大帝的圣子 一王大帝的圣子 我更不敢动 哦 这是圣子 这个是放在哪里的 请问 这个是神坛 神坛吧 神坛 他在提供堂那边 是 他在提供的前面 哦 OK 非常的庄严 各位 我看过客制的 也就是说 那个 机器打造出来的呢 跟手工雕刻的呢 我个人的意见是觉得 手工雕刻的呢 我看到他有多一种温度在里面 这种温度是因为在雕刻的人哦 他注入了他的心力 他在雕刻的时候 他确保一笔一画呢 全部都融入着他的一种心血在里面 所以因为多了一种温度呢 我觉得这样的 清手雕刻的祖先牌位 他就多了一种灵力在里面 因为 并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打造出来的嘛 是真的用手工一笔一画 而且刚才黄先生有说 请问在雕刻 刚才他 黄老先生他有提到说 雕刻神像要特别择日嘛 嗯 那请问好像祖先牌位啊 又或者圣旨之类的 也需要吗 嗯 看那个 那个 那个 看极热是吗 啊 需要看极热的吗 这个我不清楚 对不起 我问一下黄老先生 可以 黄老先生雕刻祖先牌位或圣旨 还需要特别择日吗 哦 祖先不用 哦 祖先不用 哦 他们自己看日子安就可以了 哦 好 嗯 你刚才说的对 用手工刻这些字 这些字非常小 而且它的钩啊 那个横啊 那个竖啊 全部都是要很仔细 是因为不容出错 对 是好像在竖法 可是是用木的 木的竖法 对 所以你叼的时候 你的手会很痛 哦 因为这个木是硬的嘛 不是 哦是哦 对对对 你不是说我还真没想到 手会痛哦 对 你的工具是很尖很利的 哦 而且你又不可以做错嘛 你做错那个字就 做错就作废了 哦 所以 可是你你做的时候 你就想哦 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 顾客的的的的婆婆 还是公公 是 是 你会想到说 你真的是在为某一个家庭的先辈哦 来做好这个祖先牌位在那边 那请问黄先生 在众多 刚才您提到嘛 神明的故事 每一尊神明后面 他其实都有着很感动人心 甚至很有教育价值观的一个故事在后面 那不知道哪一宗神明的故事对你的影响力最大呢 就是您在成长过程当中所听到的这些故事当中 哪一位是你最有感觉的 嗯 有很多对吧 大家 嗯 就很多可能是 应该是 嗯 我们来看一下 把镜头转一下哦 大家看到后面这里吗 有许许多多的神明 哇 你看 晚上看都有 请问这些神明都是你们家雕刻的吗 嗯 所以这些 后面还有 我们店里差不多有五六百尊 五六百尊 对后面还有 还有多一点 后面还有 这些有些是好像跟这个这样大的 哦 有些是好像一个电话 跟电话一样大的 嗯 所以很多 这些神像都不是在这里刻的 是好像其他店他们 关的时候 我们把他们的 我们把他们的 神像 交给我们 哦 但是以前我的公公到中国的时候 也是买了几批回来 哦 有些也是在这里做的 所以这个 是个很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博物馆这样咯 博物馆 不是说好像这全部都是我们做的 嗯 可以放在那边先 不是说好像这个是 所以就是要雕刻还是还没雕刻的 啊 这个是我们 呃 我们现在要 要好像 呃 呃 三十个设计师从不同的国家 中国 台湾 新加坡 澳洲 英国 呃 他们他们的 我们的主题就是说 呃 你要怎么把一个 孙悟空的 神像 把它设计成一个 翻新了一个新的 新的设计 呃 呃 原来是设计比赛 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完 这个还是一个 Prototype 啊啊啊啊 齐天大圣 书 这个不是拜的啦 这个是好像 呃 给大家做一种 摆设品啊 啊 好像摆设品 艺术啦 就是说你你不 虽然你不是道教徒 还是佛教徒 你也是可以欣赏这个 呃 对 孙悟空的故事 而且它代表那个 人生价值 那请问 齐天大圣的故事 是让你最动容的一尊吗 呃 可以是 心悟中还有另外一尊 呃 应该是孙悟空吧 因为他是 他 他很 因为孙悟空嘛 悟空那个 那个字就是说 呃 他的 他的名字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悟悟空 那个 英文叫做 Enlightened Emptiness 对 所以他小时候 他就跟人家 好像以为自己很 很厉害 很厉害 他就 就那个 Monkey Mind的这个概念 是 我们的头脑就好像 Monkey 啊 他想这个想那个 很多杂七杂八的念头 啊对 可是他到了一个 到一个好像400 400年过后 他就觉得 有一天我会 我会 我会死 他开始悟出 人生的无常了 啊 那就继续寻找这个 这个答案 那过后 他就领悟到了 嗯 嗯嗯 嗯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 他的故事跟我们 啊 做人的这个 啊 这个 过程 过程 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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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 因为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小时候呢 我爸爸家里 供奉的呢 恰好就是 齐天大圣孙悟空 而且一供奉 已经有二三十年 到现在我爸都还在供奉着 所以已经有将近五十多年了吧 但从小我家里供奉的 也是 齐天大圣孙悟空 那您 这些 就是 对于 西天元的未来 你身为这 第四代的掌门人呢 你心目中有怎么样的期望 我 如您所说 大家都知道 现在懂得在家里 供奉神明的人呢 越来越少 这代表 这不是好事哦 因为这代表人的福报 越来越少了 过去几期我都有做过吧 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直播 关于在家里 安奉神威的种种利益之处在哪里 那在 已经是成为新加坡最后一间 神像雕刻店 甚至可能也是最后一间神像修补的店 你们对于这间店的未来 有怎么样的展望呢 希望它未来发展怎么样 我看就是一步一步来 因为我们的未来 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 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把技巧学好 工作做得好 那其他的我们就要 顺着时代的变化而改进吗 对对 所以我们就关注我们可以控制的一步 大环境的改变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但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分内饰给跟它做好 据我所知 你其实都很想要把这些传统文化带给我们新一代 对吧 是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去介绍给年轻的一代啊 所以我们去年设立了一个华珠古典文化学院 是由新加坡的文化局支持设立的 所以这个学院是通过戏剧班把这些神话故事传给下一代的 戏剧班就是说把神话故事演出来的意思吗 不是不是演出来而是用那个experiential learning 就是说好像我们的上古演义的那个儿童班 我们在那个班里面我们会给 有一个部分是给那些小孩子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偷其他小孩子的巧克力 还是你可以选这个偷 就是给他们领悟到这个promise的这个 这个 这个value of promise 给给他们思考一种说话的价值 对 因为我们现在在他们现在小孩子他们的生活是 你富足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而且 算是朋友的就是在Facebook Facebook like你就是朋友 不like你就是不是朋友 可是朋友这个意思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神话故事 上古演义 西游记 让他们领悟到一个更深一点的了解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各位 那如果观众对这一类的班 那请问这些班是给多小的小孩子 五岁到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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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是非中教的 非中教 纯粹只是你讲故事的方式 对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 模拟的一种活动啊 通过互动 来让他们了解当中的一种价值观 对 不是把小孩子坐下来 对 读书还是写听起来 是有的玩 有的玩 有的餐鱼 过了两个钟头 他们离开之后 他们会希望他会对中 华族文化会有一个新的新的启发 请问是用中文的吗 中英文参起来 中英文参起来 因为现在的新加坡人 现在小孩子 你跟他说是华文的 他们就会一点点剪掉 所以我们就跟他参起来 他们会了解 他们会 我觉得是一个很practical 很realistic的一个出发点 很棒哦 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我们这些传统文化 介绍给我们的小一代 而且又有中文又有英文 请问如果观众对这样的班 有兴趣的话 要去哪里报名啊 你可以去我们的Instagram 还是Facebook 我们的website是叫做 classical Chinese culture 不如你展示那个website 给观众看一下吧 可以可以 我一直都觉得呢 我们华人的根一定要学好 因此无论您的孩子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呢 多了解我们华人文化 或许就能够减少大家对 华人文化的偏见和敏思 如此我们的中华文化呢 才有机会可以传承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website 所以你看这个全部就是 我们的儿童班 不同的儿童班 有孔子的论语 哪吒的故事 赤壁思战 观音 观光 他们的由来 妈祖 神祖牌 神祖牌的意思 我们是用非宗教的方式 给大家介绍 对 所以他们小孩子看了那个神祖牌 他们不会觉得很怕 还是 也是也是 这很好 因为有时候孩子不一定会听 孩子不一定会听爸爸妈妈说 但他们会很愿意听外面的人教他们之类的 对 请问网址是什么呢 什么? 网址 URL 网址就是classical chinese culture dot com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去了解一下 那 请问 听说你们这间店 其实也有给人家来参观 对吧 对 我们有 好像 团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也是刚才那个classical chinese culture的网站吗 对 也是 也是可以网站 我们需要两个人就可以开一个 最少就是两个人 跟大家介绍 神明的由来之类吗 对 好 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感谢黄先生 谢谢 也感谢阿嬷 看到阿嬷吗 阿嬷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跟观众聊了这么多 感谢 也感谢黄先生您 谢谢 谢谢 有空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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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觉得 传统文化呢 真的就是我们华人的根 就好像有很多观众问我说 到底在家里 应不应该供奉祖先牌位 还是祖先牌位 就应该摆在庙里面就好了 那我的立场是这样子 你在家里供奉祖先牌位 就等同于你每天都能够在家里呢 很好的去进这个校 可以在祖先牌位前方念往生咒 回向给历代祖先 又或者您自己的爸爸妈妈 然后就以此功德呢 愿他们能够夜宵辅真往生净土 同样的如果按祖先牌位 我曾经有教过大家 就是按在您家的神明的右手边 你家的神明的右手边 不是你的右手啊 是你家的神明的右手边 而且它必须要放的 比佛菩萨跟神明低一点点 所以佛菩萨跟神明那一部分呢 可以把它垫高 然后您家的祖先就坐在旁边 因为那时候有做过一集 关于说不要去拜五祖孤魂嘛 所以就有些观众紧张说 啊那我家里供奉祖先 是否也代表是在拜五祖孤魂呢 我说那个哪里一样拜托 那个是你家的祖先耶 就算你没有拜他 他可能也会跟在你身后的那一类哦 所以完全跟拜不拜五祖孤魂是没有关联的 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哦 我甚至也觉得呢 家里有供奉祖先的呢 他每天都在修的那个功德呢 就是孝顺的那个功德 你每天都念往生奏 七遍也好二十一遍也好 甚至你有时间一百零八遍 这样子念给您家的祖先 我告诉你 你家的祖先将来呢 必定能够升天 必定能够往生净土 只因为你每天都在做 你能够得到的功德 必定也是出入平安 财源滚滚 因为当你念给祖先的时候 祖先的power 祖先的那个能量呢 越来越强的时候 你也会因此呢 得到更大的一个保佑 如果你的祖先他本身已经 在明府那边也是自身难保的那种阶段 他根本没有办法保佑你的 所以你每次拜祖先清明的时候 你去跟他求什么真志 我跟你讲 根本是白求的 根本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所以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本来我要更早做这个西天园的直播的 可是等到现在呢才能够 所以再给大家看一下西天园的门牌 他的招牌 西天园35号牛肉 牛肉就在后面 我后面那边就是佛牙寺 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 后面那边就是佛牙寺 所以大家如果要修补神像 选购神像 又或者要定做祖先牌位呢 都可以来西天园这里看 在这里也跟大家声明一下 我跟西天园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并没有给我钱来做什么广告 我也没有给他们钱来做什么广告 纯粹是真的想要把新加坡 长达127年历史的最后一间神像雕刻店 给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知道家里有很多神像 都很旧的或破损的 欢迎来到西天园 请这里的高手们来帮你修补 我是李季千 祝大家热吉祥夜吉祥 一月六十很吉祥 希望今天的直播呢 能够帮助到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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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